美国空军23连队公布最新连队掌座机金沙号 金沙号为H713栋J搜救机 并加上鲨鱼嘴涂装 据来之前的连队掌座机HH60呼噜音直升机 队长库克上校表示 他们为飞机命名并涂装牙齿涂腾 既在至今二战时期 有飞虎将军之名的美国陆军航空队中将陈纳德 与其率领的飞虎队 乌克兰亲俄派政治领袖兼国会议员梅德威楚克 近日被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逮捕 由于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丁关系良好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对普丁提议 用他来换取乌克兰战福 梅德威楚克在去年就因泄露乌克兰军事机密 而被当局以叛国罪软禁 却在乌尔战争爆发之际逃脱 中共一向宣称反对太空军事化 但根据五角大厦情报机构发布的最新报告 中共和俄罗斯在继续增加各自用于情报收集 监视和侦查的太空飞行器舰队的同时 人在积极研发和部署能够攻击美国卫星的武器 澳洲太平洋事务部长赛索加 12日前往所罗门寻导访问 要求所罗门总理苏加瓦瑞 不要与中共签署一项有争议的安全协议 这加剧了美国及其盟国长期以来的担忧 美国复国新血脉 12日与所国外装马内地通电话 洪东华府计划在时隔29年后 要在该国开设美国大使馆 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